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 与大方之人走太近是一场灾难 生活中我们往往喜欢与大方的人交往 而讨厌小气的人 事实上小气的人虽然吝啬 但是他们小气的缺点摆在了明面上 我们可以看得清楚也可以有所准备 而那些假大方的人 他们看似大方 实则是用伪装的大方来对别人敲骨吸髓 这样的人比小气之人更可怕 做人做事一定要遵守原则 原则看似在束缚我们 实则也是在保护我们 有的人用厚力来蒙蔽别人 表现出一副大气重情义的模样 实则这样的人才是最危险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既然表现了自己的大方 重情义的一面 那么他们就会委婉地要求对方 能否通融通融 不要死守原则不放 此时对方被他们大方 重情义的假象所蒙蔽 于是放心地不按流程办事 白白给他们留下了空子 等着他们去钻 而他们之所以表现的大方 就是为了钻空子 如今空子就在眼前 岂有不钻之理呢 结果对方因贪了一分便宜 便可能要付出百分的代价 所以遇到大方之人一定要提高警惕 不可为了感恩而放松警惕 留下空子 让自己陷入被动 处于被动的人 就会成为砧板之肉 任人宰割 古语云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但是这句话是对被帮助者说的 而不是对帮助别人的人说的 这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如果帮助别人的人 用这句话 很可能就会依仗帮助过对方 就对对方肆意索取 为善就变成了一本万利的买卖 被帮助过的人 用这句话 可以珍惜别人的善意 懂得感恩 有的人对我们很大方 这时候我们不要急于高兴 我们不要急着高兴 也不要急着接受 为什么呢 这世间确实有人很大方 但是不多 遇到这样的人 我们要珍惜 但是有的人 他们所谓的大方 不过是鱼耳罢了 所谓拿人家的手短 吃人家的嘴软 当我们因为盛情难选 接受了他们的好意 那么他们就会以此为把柄 来向我们无尽的索取 即使我们还够了他们 他们也会要求我们 勇以为好也 继续索取 面对这样的人 我们怎敢轻易接受 他们的大方付出呢 只能是尽量推辞他们的好意 真正的品行高尚的人 他们会选择 为而不是 就是说 他们即使帮助过别人 也不会自视帮助过别人 就对别人提出无理要求 小气鬼是我们所不喜欢的 他们往往斤斤计较 不肯吃一点亏 但是这样的人往往是真实的 小气之人虽然一毛不拔 但是他们对于自己不该拿的东西 往往也会一律不拿 为什么呢 因为拿了 他们担心还更多 所以他们选择不拿 正如有人说 我不喜欢麻烦别人 同样我也不喜欢别人麻烦我 小气之人 他们不喜欢别人 占自己一点便宜 同时他们也不喜欢 占别人一点便宜 假大方之人 把动机隐藏在心底 用厚力来诱惑 蒙蔽他人 以获得十倍 百倍的回报 对于这样的人 智者必知唯恐不及 有人说伪君子比真小人更可怕 伪君子不但让人防不胜防 他们的心底 也往往比真小人更加险恶 所以说那些你一眼就能使出 是小人的人 反而不危险 因为你已经有了戒心 反而那些伪善之人 令你放松了警惕 才是最危险的 老子说知人者智 自知者明 能够通过表象 看到一个人的本质 是最了不起的智慧